現在憂鬱症 人家都打不打 手機沒力 不愛吃 生活種種壓力 引發諸多現代文明病 可能就是纖維肌痛症 壓力啊 脖子緊啊 身體不太會很累 不一定有壓力 可能會睡不著啊之類的 然後可能就隔天起床 就會比較累 目前在治療纖維肌痛症 主要還是以緩解症狀為主 這些症狀就是作用在中枢的藥物 讓中枢的疼痛的症狀比較降低 那目前並沒有一個治癒的藥物 小鼠高音頻噪音刺激 一天六次 每次30分鐘 終於證實原因 老鼠藉由這個重覆間接性的噪音刺激 會造成全身性的酸痛反應 那還包含焦慮的反應 那也會有那個疲勞的反應都出來 那這些都反映出類似腺維肌痛症的症狀 日常緊湊步調 臨床觀察纖維肌痛症 背後原因曾經遭受虐待創傷 較高工作壓力則會增加2到4倍 焦慮或憂鬱的人 3到5成合併有肌痛症 申行率2%到6% 常見於青壯年 而且女多於男 突破性發現可作為未來藥物開發的基礎 但回歸生活壓力無所不在 找到適合的放鬆方式或許才是 根本知道 大一新聞 蕭世傑 徐英豪 台北報導